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全是二番 没有上星 王一博粉丝又来蹭肖战了 长空之王撤档之后 王一博的路人员降至冰点 都认为他犯了事 不过用钱压了下来 粉丝也都沉默了 但肖战的交洋伴我开拍之后 王一博的粉丝又活跃起来 开始贬低肖战的新剧 直接批评肖战的《玉谷摇梦》中的那片海 根本不会上线 尽管这就是娱乐圈的常态 抬高自己的偶像 贬低其他的人气明星 但王一博一个全是二番 没有上星剧的人 就不要再碰肖战了 细数王一博的演艺生涯陈情令 二番有匪被赵丽颖押番 风起洛阳被黄轩押番 冰与火二番为和防暴队 二番无名二番 长空之王被胡军压番热烈 还只是配角 完全是二番的母版 这样的成绩 就不要来碰肖战了 先把自己的番位提上来再说 肖战的代言肖亮也足以碾压他 来碰此肖战 就要有这样的觉悟 而且长空之王撤当 又有留言说热烈也可能将他的戏份删除无名 让他时刻待在屋里 演技差的就只能靠环境来演戏了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